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啦 因为我刚刚最后是要讲 就是说为什么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他最糟糕的就是他的名字取得不好 因为他就叫萝卜刀 那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没有仔细去看他之前 你会真的以为他是可以拿来切东西 或是小刀类似像美工刀这样 但你仔细去看了研究他的分解图 之后才发现他真的就是一个玩具 而且他真的就是为什么叫萝卜刀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好像萝卜 因为他的色彩很可爱 你有看得过吗 短短的 他短短的 然后是红色的 绿色的 黄色的 给小朋友拿的时候 很可爱就是 因为他的试用年龄是三岁以上 他是分在玩具类 OK 然后我就一直想到 我有一只小时候玩的那个厨具 煮菜游戏 大家记得吗 就是那个煮菜游戏组里面 都会有小小的刀 就是这种塑胶刀 当然他可能就是做的更圆滑一点 更没有尖 然后那个魔鬼沾形成的橘子 萝卜 萝卜有三节 我记得超清楚的 因为萝卜比较长 所以他 他有三节用那个魔鬼沾黏起来 然后小朋友就会拿那个 就吃吃吃吃把它锯开之后来煮汤 这样子 我觉得呢 我看到他我就真的想到小时候那个厨具组 那当然就是正反两面 今天其实你去看一下这两天有很多的讨论 我就不多讲 因为正反两面都有他们的这个 所持的一个理由 我觉得也都没有错 比如说呢 这个反对的家长会觉得说 他不管怎么样 他看他就是叫萝卜刀 然后呢 他看起来也就是有一个小刀的形式 虽然他是塑胶材质 然后做的也算圆滑 可是呢 大家拿来互刺 怕会有这个模仿效应 以后旁边的一把真的刀也拿起来刺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反对的人就会觉得说 呃那你如果是以危险性来说的话 那你真的要进的东西太多了 我所听过的在学校里面 哦就是被铅笔 被直尺 被圆规 被三脚板 被两脚器 哦被这个原子笔刺伤的都超级多的 哦那都不是故意的哦 但是可能拿在手上跑一跑 然后就一到 嗯 所以呃我我还是觉得就是我看到几个教育界的现场 教育现场的老师甚至是校长分享的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他们在课堂上 直接跟孩子来讨论 萝卜刀这件事 就告诉他说 萝卜刀这个最近已经成为一个 议题 议题 大家都在讨论了 那大家 你们小朋友你们觉得他应该怎么使用 他有什么好 就是他的这个反对的人有没有道理 赞成的人有没有道理 透过这种全班班级孩子一起讨论的方式 让大家去思考 为什么会有大人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怕 那我们怎么样的使用 其实是可以更好的来 让大家都放心 我觉得这个超棒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些老师他们会主张不要直接进 嗯 因为有一种叫静果效应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你越进他越想要去探索造讯 对 就进不了啦 对他 这是我今天早上才看到的一个词叫静果效应 就是你越静止 他就越想办法 他就越想要试试看 其实每个妈妈都有都有深刻的这种想法 哦就是你不要碰哦他就碰下去 哈哈哈哈 会胖哦哦真的吗 哈哈哈哈 好所以呃这是一个议题啦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查一下 但我只想跟大家讲哦 如果你跟我一样呃在这几天看到萝卜刀 以为他真的是一个切东西小刀 我还以为他是不是小一点的 然后可以拿来切小东西的 那我以为是这样 就今天看了之后原来他真的是个玩具 那呃你的孩子如果也在小学 你也会担忧的话不妨去上去看一看这些 那在学校里面 如果老师没有直接跟大家这样讨论 其实你也可以跟你自己的孩子讨论 哦这个就是哦 有时候做父母的 其实可以看很多很多的东西 把它转换成 你觉得你的孩子能够理解跟接受方式去告诉他 这就是降低神秘感 然后敞开讨论 对啊 就就不然就静果效应啊 对 对 因为你也静不了 你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哦 现在有一个萝卜刀哦 因为没有办法八小时都在学校 你们学校应该没有吧 如果有的话千万不要玩哦 不可以玩哦 他就会去找 马上去学校就 哎你们知道什么是萝卜刀吗 好大家开始找萝卜刀 真的太糟糕了 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那呃 时间我们要回到这个生命名书当中 呃看关系的焦虑 那我们今天讨论就是大的 对大的大的大的 呃生命名书真的可以看非常非常多东西 其实非常的细 然后呃 我们其实会希望大家先从 至少六七成的左右的 认识自己 因为他真的就是你的标配使用手册 所以当你出生的时候 基本上六到七成 这些都会是你在意 甚至是你在行 或者是你可能会忽略的事情 嗯 那我们其实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讲 焦虑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有两个原因啦 一个我觉得天气 就你知道来到这个时间 就是大家容易 哦就是最近大家 我觉得大家情绪比较 哦我最近很暴躁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的暴躁有几个原因哦 就是开学 然后接下来现在在考试 哦就家长 然后再来就是说 比如说夏天完了之后 你终于可以冷静去思考 所以你其实有很多的时间 开始进行的是 我是谁我想要什么 跟我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到底开心或不开心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另外就是说 其实什么时候你能够发现 你开始焦虑 嗯 其实就是你们在同样的一个议题上面 大概两到三天你就要讲一次 哦 甚至是可能就会成为你们吵架的原因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会定义就是说 哦你可能要开始去思考 你们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 有几个点 其实是 你必须要去面对 那我觉得与其叫别人面对 你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你就先面对你自己 嗯 因为我们通常在关系当中很常问对方说 那你觉得呢 你不 你觉得我想要什么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 如果你们已经是重复在吵 其实你还不如直接给他 你想 你的期待和你的需要 那你问他 他想要怎么解决 嗯 所以我其实今天希望能够通过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 嗯 来跟生命灵书一到九的人 分享其实什么事情会让你焦虑 那你就拿着这个焦虑去面对他 可是那面对不是叫你自己消化 而是说哎 你就是只要你现在不做这件事情 我可能等一下就会 呃 想要开始骂人 嗯 那与其这样子 你要不要先做这件 或是我们两个怎么协商这件事情 好 对 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聊生命灵数了 那大家还记得你的生命灵数是几吗 吼 那这个我们的老朋友 每天都爱听的人一定记得啦 吼 因为一到九就选一到九只有一个数字嘛 所以你一定会记得 那如果呢 是第一次呃 参与我们的节目的 或是你已经忘记了 我们再告诉你一次算法 吼 那就是这样 感谢我们呃 美美的制作人 吼 来生命灵数怎么算 就把你的西元出生年月日 吼 所有的数字加总 吼 各位数字 对 得到的是两位数的话 你两个数再相加 一直到加到各位数为止 吼 举例来说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九号 这边有哪些数字呢 一九七九一零二九 好 给它全部加起来 对 一加九加七 全部加起来 对对对对 它就会出现三十八 那三十八是两位数 吼 所以你三跟八要再相加 三加八 诶 十一 还是两位数 所以你要再加一次 一加一最后等于二 所以你就是二号人 嗯 呃 不会有 没有零 不会有零的吼 那最后有人说 诶 我最后得到是十怎么办 就要再相加一加零 你就是一号人 对对对 好吗 吼 OK 好 那呃 算好自己的生命灵数是几 之后我们就来看看 那当然呢 这个因为呢 过去哦 其实我们也很抱歉 因为我们每次有时候一讲哦 我们没有办法好好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就说 哦 我们接下来五十分钟 呃 四十五分钟 我们要讲九个 我们就平均一个讲五分钟 有点难 我们做不到 我们通常一开始都会讲很多 哈哈哈哈 还是我们今天要反过来讲 没有 我们做了心碰 哇 抽到什么讲什么 OK 命运 我们现在又有天后 不后命运 对 这就是命运的决定 吼 老天爷决定 所以你们不要再骂我了 哈哈哈 然后我们每次星座单元也会这样 好像是耶 要等很久 哦 每次白羊都讲好久 因为我们都从白羊开始讲 对对对 然后最后就是草草结束 因为时间压力 所以呢 我们家制作人呢 非常这个 很聪明耶 我们 我们做了一个签筒 之前佛心作用 我们现在决定要物尽其用 OK 所有以后所有东西我们都来抽签 所以我们今天有九支签在里面 一到九 童韩姐抽 我抽吗 你抽第一个 我抽第一个 对 好 来来来来 拐杯了拐杯 来 来来 要抽几号呢 大家喊一下 大家赶快下注哦 下注哦 哦 有人喊五号 它是意念哦 大家意念可以决定一切哦 你赶快意念 好 我抽一个 八号人 好 八号 来生命领数的八号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我们之前有没有讨论过 一到九 整个平均算下来哪一个数字最多 哪个数字 数字最多的吗 对 因为理论上它是几率应该有 五是最少的 所以真的还是有最少的哦 五是最少的 就我儿子啊 难搞 这有难搞的人也是不要太多 比较好啦 五是真的比较少 然后我觉得比较多的 其实是双数 就二四六 跟八 偏多 哦 嗯 偏多 比例上来说 比例上来说 好 比例上来说 好 没关系 八号 希望大家满意哦 这是天决定 不是我决定 好 来 八号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生命领数 八号人 我觉得生命领数八号人 我们今天都是从你出发 不是你相处的那个人 从你本人出发 如果你本人是生命领数八号人 其实在爱情当中 他对你来说 他就是一个 呃 那叫什么呢 那是一个你的展现 你muscle的一个场域 所以八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他就如同教练班 规矩 细心 目标 然后甚至是所谓的KPI 都是非常精致和细致的一个 这个爱情代表 嗯 所以生命领数八号人 他会很用心的去跟对方 去表达 我觉得什么事情 对于我们两个的关系会变好 嗯 那这个呢 小到怎么交朋友 大到怎么吃 好 对不对 交朋友 其实小 吃东西也是小的事情 嗯 就会从生活 嗯 然后就是人生的目标 然后再来就是到健康这件事情 嗯 所以在整个 我觉得生命领数八号人 在爱情当中 到底什么什么样的呃 现象出现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焦虑 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自己讲的话的时候 就你在讲话 你的另外一半 其实是没有要听的 嗯 然后你的另外一半 会呃 从而不闻之外 甚至是他会故意照着你 就是反着你做 那两件事情 会让生命领数八号人跳脚 第一个是金钱 就你们在投资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关的理念不同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们在所谓的这个行程交代 这件事情 嗯 其实也会容易产生 两个人觉得说 嗯 你好像没有这么喜欢我了 嗯 为什么呢 是因为生命领数八号人的内在 其实是需要有权力跟管理的 嗯 可是他不是说那种 他要管你的这种 好像说你的人生大方向 嗯 可是他就是要细节 嗯 就是你你每一天 你想要做的事情 或是你的这个 比如说投资理财 买车买什么 其实他都希望 欸 至少跟我商量一下 讨论一下 所以生命领数八号人 在关系当中 他的掌控欲会比较强吗 蛮强的 哦 但是他的这个掌控欲 我觉得某一个程度 如果你是理解他是为了你们更好 嗯 你会觉得你取到了一个 就是有点像是副手 或军师般的老婆或老公 因为他们就很细 他会帮你分析 嗯 甚至他会帮你把敌对的那个 对手资料都帮你整理好 嗯 那就看你觉得说 这个细致叫麻烦 讨厌 不让你发展 还是说这个细致是让你可以 少做很多的工 嗯 对我来说 我就会觉得要分 要分项目 要分项目 对 但八号人希望全包 不是 大部分 通常都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都觉得 我们的要求 都不可能实现 你怎么能够 就像我说 女生常被要求 就说 哦 你要 在家里温柔婉约 然后 然后就是那个个性很好 可是在外面 你要要 你的 可是我又希望你在你的工作上 是这个 决断力很好的 嗯 因为你可以赚钱 来跟我一起分担家计 这样 这种 就是 嗯 我在外面 决断力很好 我那个 日理万机 我回家 你们也是我日理万机的 其中一机啊 对 所以 同样的就是说 没有办法 两全其美 我觉得八号人某个程度 在职场上 他可以尊重 你有你的专业 可是我觉得他会希望的是 在这一段关系当中 他是保有一个叫 领导的地位 那领导大家往前走 走去哪里 这件事情 其实是八号人很在意的 嗯 对 好 等一下回来后 我们会继续聊 那呃 带回来也继续抽签 直播我们可以继续聊天 我们今天的那个十分钟的广告跟新闻 聊得超级开心的 对 我们继续聊这个学校的文具跟玩具 没错 甚至是福利社 福利社 小时候我们都有福利社 为什么现在没有福利社 嗯 这个随着时代的眼睛 对对对 这个真的聊非常多 那呃 呃 很有意思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再晚一点 你还可以回来 放回放 但是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讨论过程中 诶 这个 生命灵数 诶 有有影响哦 有些差异性 有一些差异性 好 那我们就继续 刚刚八号的生命灵数 所以我们今天呢 请到的是Wendy姐 生命灵数专家 我们来聊聊就是生命灵数在 关系 这个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伴侣 嗯 关系当中 出现什么情况你会很焦虑 对 然后希望大家去解决 刚刚我们第一个抽到的号码是 是八号 八号 嗯对对那你有讲到这个八号 可能 呃简单一句话就是它的 掌控 基本上八号会觉得 这段爱情就是 我的领域 在我的领域当中 希望我是那个 发号施令 你就是听我这样子做 呃听我的指令这样做 然后我们就一起往前前进 这个美好的这件事情 他想要 是他是主控者 嗯 那主控这件事情 就看你 你的对象是谁 嗯 然后你要主控到多少 所以我真的觉得八号女生 你要聪明一点 女生吗 我觉得女生要聪明一点 因为男女有别吗 男女有别 八号的男生 如果你真的是事业 或者是你有专业能力很强 对 哇大家会觉得说你看霸气 责任感 跟着他没事 哦哦哦 那我觉得女生相对 真的就辛苦 因为女生的这种细节 就是悼念 嗯 掌控甚至是不相信 嗯 所以我觉得八号女生 要聪明一点的是 你要忍耐一下下 不要每一件事情 她才刚伸出第一个手指头 你就开始预判说 失败 不可能 不要做这件事 诶 我们这边有生命 零数八号的男生跟女生吗 来这个回馈我们一下 在YouTube上 刚刚这个 Wendy姐讲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像 等她一下下 因为呢 呃 通常八号 人说的蛮准的 因为她基本上是做功课的 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有她自己成长跟犯错的权利 嗯 那是她人生功课 你都不让她犯错 基本上她不会觉得 她应该要学习 所以这是对八号女生 嗯 我会建议啦 在关系当中的教育 是因为你会觉得 她不听话 呵呵 那不听话这件事很正常的 没有人会天生听话 但你要更有智慧的是 让她 在你可以忍受的范围当中 犯点错 然后呢 等她自己来找你的时候 你再把正确的观念给她 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加规矩了 你就是要忍就对了 要忍 我觉得在关系相处当中 她真的就是一场 嗯 破关的战役 所以她不会顺利哦 嗯 没有一段感情是躺着 就能够白头到老 欸但是我觉得 刚刚Wendy讲的这一段啊 完全就是 是适合每一个爸妈听 尤其是妈妈 呵呵呵 妈妈生命令书一到九都很刀念 都要听这个 呵呵呵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是因为 欸如果亲子关系 假设你今天讲的亲子关系 对 我会不会讲到之后 都是她都说都一样 一到九的妈妈 我都想这样 都有刀念的这个 就是看不下去 她刀念法不太一样 哦 也是不太一样 真的真的真的 刀念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好 所以这是生命令书八 接下来我们要抽第二个来 有人许愿二号 有人许愿二号 商品商二号 对我们来看看 六号 哦 六号 今天都是双树 今天都是双树先欸 好六号 好来我们来看 生命令书六号 人基本上呢 爱情跟家庭关系 对你们来说 其实联动性很大 就一旦你的爱 呃 爱情婚姻 甚至家庭关系 稳定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那个时候的 其实职场运势 也会比较好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当生命令书 六号人在关系当中 他会想要先支持 甚至是想要先愿意 让对方能够成就他的梦想 是因为在整个和谐的状态下 嗯 他们基本上 你们啦 就生命令书六号人 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在这表现的过程当中 有两件事情是生命令书六号人 渴望跟在意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能不能够用对的方式来回应 我想要的爱情 或是我想要的婚姻当中的稳定 嗯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举例来说就是 呃 假设我们现在很多双亲家庭 嗯 生命令书六的妈妈 她可能就会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就会跟她的另外一半说 诶今天假设你先接小孩 你回家的时候呢 麻烦你先让她洗澡 嗯 洗完澡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 你先让她吃个饭 那我回来之后呢 我就会接手比如说 读故事书 然后写考试卷 嗯 然后她心中就有期待了 对因为她会觉得说 诶我们沟通好了 但如果回到家 一打开门就 诶幾只都坐在沙发上面 看电视 然后什么都没弄的时候 其实她瞬间就会炸裂 她那个炸裂是因为她会觉得说 诶我已经跟你分工了 嗯 我就跟你说那前两个小时 你回来都是我 那你可不可以我们分工清楚 所以我觉得生命运数六号的人 会觉得这一种程度 我觉得用背叛和欺骗 这词是很重 可是我觉得她叫做 约定下的承诺 为什么你不做到 而且你都知道这件事情 我生命运数二号我也会爆炸啊 对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 我觉得我不应该举任何 就是跟孩子 亲子 我决定要讲 你们自己单独相处 因为讲亲子 你们都说 哦我也会 我懂我懂 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六号人会直接炸裂 他是会直接 直接脸就臭 我不会直接炸裂 而且她会 她会开始讲说 不是讲好了吗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她会觉得这个是 我要的 然后我也跟你说 我又不是很自私 我知道是程度上的不同啊 对我又不是很自私的说 就全部给你 我就跟你说七点之后我接受 那啵啵啵啵啵啵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对于生命运数六号人来说 在关系他就会很焦虑 他一到这个时间点 他就开始焦虑 因为他会想说 你到底有没有听懂 我等一下回家打开门 我会接受到的 每天好像开盲盒 就说我不确定 我打开门 他们在干嘛 生活好有趣哦 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 这个很可怕 我觉得对六号人来说 他如果其实是有时间节奏的 他会很痛苦 他没有办法 这样洒派说 好哇你们今天好有创意哦 哇都没有做这件事情 所以生命运数六号的人 对他来说呢 他会在关系当中 最感到焦虑 或是生气的事情 我觉得是约定之事 你不做 而且你明知道 这个约定的事情 是会像雪球般的滚到 滚出一连串很烦躁的 这种所谓的连锁情况 那我觉得在关系当中 很容易会这样 就是你明知道 我可能明天要干嘛 或者是说 我就已经跟你说 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会 他会期待说 我平常也是这样对你 你一定知道 要用这个方式来对对我 我就对你 这么微小的期待 你都做不到 结婚一下 你到底还能干嘛 那就炸烈了 真的没办法 现在脑中完全都是那个 完全都是这个 亲子状况 亲子模拟情境啊 没办法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 六号人是这样的啦 就是你平常都很愿意 对对方好 可是你们炸起来说 其实蛮可怕的 OK 好这是六号 好再来我们来抽第三个 第三个来抽是几号呢 来来来 一号 终于来到了 我们今天的 好一号人 我觉得在爱情当中 一号人呢 其实最 我觉得他叫什么 他叫哑巴吃黄脸跟 很容易就是吃了闷窥又没话讲的人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生命运输一号人 生命运输一号人呢 你真的非常想要让对方知道你很优秀 所以什么事情你都说我来 我做 我可以 我去学 我试试看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前期的时候你会觉得 对方依赖你欣赏你跟爱上你的时候 其实你会对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自信心 还有所谓的优越感是非常快乐的 但是我要先讲一件事 那不是工作 你们在谈爱情 谈爱情当中如果每件事情都是这样 其实对方就会渐渐被你养成什么 养成比较是 我不太需要努力 反正我就是等到最后一刻 看不惯你就会出手 我觉得生命运输一号人 真的很容易让你自己的关系 变成这个状态 那你会觉得好累 甚至你会觉得 哇我不敢去跟别人说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别人 原来我建造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相处关系 其实是坑坑巴巴的 但其实每个人都知道 你是坑坑巴巴 只是因为你的性格 没有人敢跟你讲 嗯 所以我觉得对生命运输一号人来说 在关系当中的焦虑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是因为你发现 你已经做到没有办法不做 而且对方已经摆明了 就是我就是烂在这 办你要怎样 就这次对生命运输一号人 在关系当中 你不是不愿意 而是你会希望说 你不是遇到一个就是像烂泥般 摊在那里的人 因为你的帮助这件事情 其实是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 嗯 那这个越来越好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 如果你是民运输一号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觉得很容易 踩到的雷区 是因为你们很多的时候 谈恋爱 是为了别人觉得 你选到了一个好对象 所以外在条件 嗯 这件事情 比较容易 让你选错对象 嗯 那你也会为了要 撑住这个外在条件 比如说他的收入 他的社会地位 他的外表 好 他的风不风趣等等的 为了这一些 其实你会加倍的努力 可是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 对方只要丢出一句说 那是你想要 不是我想要的 嗯 你就会整个炸裂更崩溃 可是你要冷静来想 就是说 从一开始的这一个建造 到底是他要的 还是真的是你想要的 嗯 所以我会建议生命运输一号人 我知道你们非常的独特 也非常自主 嗯 但是那是在工作上 嗯 就是在关系当中 我觉得少说 是比较好的 嗯 就不要什么都踩 Turbo才到100 嗯 其实有的时候你给自己一个50 你就看他那50 他能做出些什么嘛 因为最终你都会出手久 一样节奏 你干嘛要这么早久 嗯 晚一点点 那这个晚一点点 其实你能够让你的 这种所谓的谨慎分析 还有就是呢 好人员 好人脉的这样子一个大的 这个所谓的好的资源 资料库 在对的时间使用的时候 他会渐渐的比较 听你的话 而不会觉得说 你看他永远都是 嗯 不打压我不相信我 嗯 只有他的事情才是对的 嗯 所以我觉得生命迷处一号的人 很容易谈吃力不讨好的爱情 是因为这样 而且 呃 这种时候最多的时候 其实就是女强 男弱的时候会更明显 女生要 女生会默默背负 非常非常多 大家不知道的辛苦和心酸 可是你这边写说 生命迷处一 在 嗯 关系当中的焦虑 他害怕的是 失去独立性跟自主性 对啊 那个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原因 是因为比如说 我 我们在关系当中的独立和自主 很多的时候是因为 我如果 你能够达到我想要的 或者是我们两个人 能够在这段关系当中扮演好 比如说呃 你的角色跟我的角色 我们加在一起会变一百分 嗯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生命迷处一号人来说 那个才就真正他的完整 和独立跟自主 嗯 他的自主不是一个人自己 他的自主是要把对方给管好 他的自主是两个人加在一起的自主 跟所谓的 可是这个跟八号又不一样吗 我觉得八号的自主其实 啊没有 八号是只是想管而已 他只是想管 然后他只要知道说呃 你有听就好 对 但生命迷处一号人要你看到 做到 说到 连思想都要是他要的样子 嗯 所以这个渗透力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生命迷处一号人当中的 这个主导权 嗯 其实是比较强烈跟比较窒息的 嗯 他们的伴侣会蛮辛苦的 是不是 我觉得他的伴侣 呃 女生一样齁 我还是先说生命迷处一号人 女生 你会变成是他会觉得 你要做 嗯 就是男生会觉得你要做 你要要求 你要这样子的生活 你要这样子的状态 你要这样子的所谓的这个面子 那你就自己努力 你不要要求我 嗯 所以女生就要加倍的 你也男生的一起做起来 但如果你是生命迷处一号的男生 嗯 我觉得你在关系当中 你会很希望对方在某些 壁垒分明的事情上面 千万不要干涉你 嗯 举例哦 举例 甚至有一些细节到 就是说我们家吃什么 嗯 要不要运动 怎么运动 他都会管 他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我的专业 我的领域你就不要碰 你是说男生吗 男生 那我就会管非常细 因为女生基本上是 嗯 理性和感性综合在一起 嗯 所以你会 讲事情的时候很理性 嗯 可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不对啊 那我也是你的另外一半 你怎么没有替我想这些 想这些想这些 嗯 所以有的时候生命书一号人的女生 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就是又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吃草 好 的感觉 嗯 待会来我们继续抽签哦 好鄙视 鄙视的态度真的很惹人厌 真的 好 我们刚刚讲到一号人 后来讲到一号 就是会有一种鄙视人家的态度 尤其是男生 对但是 男生特别重 你看他那个鄙视的原因 你看生命书一的男生 是觉得你逻辑 怎么没有想到 然后一号女生就会觉得 好你没想到 那我就帮你做 可是他会边做边讲 然后一直提醒你 一直念 对 好我们来抽下一个 下一个 二号 好终于到二号了 来来来来 二号 好 我觉得生命书二号人刚刚其实 呃 因为我们是现在才回来嘛 所以就是没有在YouTube上面的 没有听到童文杰刚 在分享 讲一号 我跟你说 真的生命书二号人 真的他不是 就是 没有 怎么讲那叫什么 他不是吃素的 好大家不要误会 生命书二号人 没有吃素 他基本上某一个程度 家教好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会希望说 可以沟通的状态下 哎大家不要搞得那么僵 好大家不要搞得那么僵 所以大家会觉得 所以说生命书二号人在 在关系里面 其实那个 一言以蔽之 害怕失去和谐 对 以和为贵了 以和为贵 我们就是以和为贵 因为其实关系当中要照顾的人太多了 然后你们通通都当我们是吃素的 真可恶 但我跟你说 生命书二号人内在是很坚毅的 他是全部生命书一到九号人 只要冷起来的时候 硬起来的时候 天皇老的来都没有用 对 但你真的不要让他走到那一步 因为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从来没有认识过生命书二号人 哎哎哎哎哎哎 我说真的哦 生命书二号人 如果在爱情关系里面 我前面可以一直忍一直忍 但是到最后我说走就走了 就是没有 然后你知道 然后你会突然间觉得 哎他 你为什么这样 你前面都没有讲 对当然这也是我们的问题 就是说我可能没有讲 我会让人觉得说 哎你都没有你前面都没讲 你为什么不讲呢 但我觉得我一定有在其他地方释出 一点点感觉 但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就以和为贵 我们尽量不要有冲突 我觉得在上面你说很讨厌冲突 我觉得二号人啊 有的时候就是会用这种就是 行动去告诉你说 哎这个做的不好 你这样做会比较对 可是对方就 如果你遇到比较 比较摆烂的 或是感应力比较烂的 就会觉得说哦没事了啦 你看他就是气完之后 他就会好好做他改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生命运输二号人 在关系当中你会很焦虑的时候 就是你渐渐发现 对方把你的付出 视为理所当然 然后呢你开始被忽略 还有就是说他在排选择的时候 你的需求都放在比较后面 比如说点菜 我觉得一群人出去的时候 是会让生命运输二号人 比较容易开始去思考说 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适合 有的时候那男女朋友的时候 比如说一群人一起出去吃饭 然后大家点桌菜的时候 通常会先点自己喜欢吃 跟会说我不敢吃什么 因为是桌菜嘛 但我觉得二号人 他不会直接讲 可是他会希望他的另外一半 或是认识他的人 或是暧昧的对象 会说举例哦举例 他不是香菜 老板你可以把香菜拿掉吗 这种东西 其实对二号人来说 其实他就会很在 其实那就是小小的甜蜜 可是这件事情也会变成 在关系当中 他会去判断说 我还值不值得 因为我连最小的这种 就是根本不用花钱 的爱情的这种关怀 你都没有办法给我的时候 真的耶 他就会不行 但是那个 刚刚真的是举一个例子 我只是举个很小的例子 很小的例子 可能就是我的点不在这边 对 但是我也有别的点 就是很小 很小 真的很小 可是对二号人来说 其实他希望能够跟一个 能够把自己放在心上的人 走一辈子 可是你知道 要走一辈子这件事情 真的要脱掉很多物质 所以生命树二号人 某一个程度 他会愿意跟你吃苦 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你走 心里当中被抛弃的那种苦 这件事情他不爱也不想 所以我觉得二号人在焦虑 很多的时候 就会他发现 我渐渐的不值了 那不值得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思考 所以二号人的焦虑 其实我觉得是最低的 因为你开始在思考的时候 其实你就在想 好那我再给他几次 然后到这个点的时候 那就是关起门 那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二号人的焦虑 我觉得应该是 你跟二号人相处的另外一半 你才要焦虑 是因为当他不讲 不提醒 不说的时候 其实才是真正的问题 嗯 所以二号人自己我会建议 就像彭文姐说的 我觉得适当的要讲 比如说像 跟对方讲清楚说 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 没 我不会再让了 那要不然你就自己做决定 那有的时候要适当的为自己 嗯 发生 然后要凶一点点 我跟你讲这个对二号人来说 其实蛮难的 很难啊 就是尤其是在 我说的就是尤其在伴侣关系当中 我们会讲完之后 嘴软 然后就怕了 就说一下下 嗯 讲也是吼一吼 就是讲也是那个当下 后面其实你还是 可是我觉得那个重点 还是在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 就像你刚刚讲的 走一辈子这件事情 其实很难 嗯 就说你真的觉得这个人 他其实有很多地方是 你真的是欣赏跟喜欢 可是他就是有一些事情 让你真的过不去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真的不要忍了 否则你也没办法跟他走到最后 对我觉得要在比较早 前面就要先讲 你没有办法跟他 跟他走到最后的原因 最后是在你 不是在他 因为你 你过不去了 嘖 但这是很可惜的 还是要讲 就是你知道就是 我在讲 不要把我们当吃素的 真的我们没有吃素 对 老母不发威 你就当我是病猫啊 我们是选择吃素 没有吃素 哈哈 偶尔还是需要一点蛋白质 肉 肉类的蛋白质 大口咬肉 大口喝酒 二号人 因为我跟Wendy姐 我们两个都是二号人 所以我们讲了就 非常的心有戚戚烟 不过二号人真的蛮简单 而且你说的对 二号人其实在关系当中的焦虑 相对是低的 真的低啦 因为你会觉得 反正我就尽力做到 我不能做的那一刻 那就算了 对 但我们求的就是 和平和谐 嗯 然后但求卫心无愧 对 好准 把我放心灵 真的很重要 对啊很重要 一直在挑战二号人的忍耐期限 但其实我都嘛 记在心里 我只是不想跟你计较 哈哈哈哈 对我们是那个 超强记忆官 好 来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 来抽到的是 哦 九号 哎呀我们今天都往两边抽 九号九号 有没有九号的朋友 九号来 好我觉得生命灵数九号人 在关系当中 基本上你是一个 一定要付出的 你自己就想付出 我拉着你也没用 哎 九号跟二号很像啊 但二号的付出是默默的 二号是指就是 我先看你要什么 然后我再 我再开始给 但九号人不是 你还没开口 他就已经先都给你 他会先放好选项给你选 我就有点不太一样 九号人是英雄主义般的给 二号人叫辅佐型的给 体贴型的给 所以他的那个强度跟所谓的主动性 还有 呃那叫什么 就是强 我觉得那叫什么Dominic 那叫什么的 比较 权威式的时候 九号其实比二号权威 九号在给的时候 他就是会说 哎 我等一下会去 我等一下会去哪个店 哪个店哪个店 那你在这几个店当中 你选择看你 有没有你想要的 可是这三个店可能都不是你要的 像二号人在给的是说 我发现你缺了一个这个 那以功能性来说 我觉得这几间店都有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我们去看 所以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生命树九号人在爱情当中 呃 我觉得他们是属于就是 会把自己成为一个 女超人也好 或是所谓的这个 美国队长的那种心态也好 他就会想要站在第一线 那这个第一线很多的时候 是因为你会希望就是说 在能力范围之内的时候 能够先照顾对方 然后让对方根本 连担心都不要担心 嗯 那我觉得这种照顾 其实没有不好 真的没有不好 可 但是问题是来了 就是说你在照顾对方 跟你挡 挡在对方面前的时候 你真的有静下心的 来听过对方 需要这件事吗 或者是说你自己 到底有没有能力 能够撑到这件事 因为九号人很多时候 容易出现的是 假设这 呃假设你要帮他的是 三个月的时间 你可能前面一个月可以 可是后面二十三你发现 分身乏术 或是你自己可能也累 或是你一开始评估 资源是没有那么多 其实后面就会掉链子 那在这个掉链子的时候 其实就会让生命数九号人 开始有点恐惧 那那恐惧就是怎么办 但是你还是想要努力的去 把你说出去的承诺做到了 那这个时候 生命数九号人的焦虑就来了 你要怎么办 就是把自己振到极致 或者是你就要开口跟人家借 或是请别人开始帮忙你 那我觉得这个叫做 一种叫做over promise的 呃恶性循环 会是生命数九号人 在爱情当中 我觉得自己要思考的点 不是不能够 去成为对方的这个遮阳伞 就不是不能去成为他的依靠 OK的 但是 真是你要量力而为 加上 嗯你不太可能一辈子都 一直做付出的那个人 你一定要休息 你也需要让对方知道说 怎么爱别人 因为你要给人家机会 所以我觉得九号人 呃 他的那种保护的心情 我觉得我是非常理解的 但是在爱情的相处当中 这反而会成为你很焦虑的地方 嗯 因为你 没有休息的机会 你也没有说no的机会 那这个怎么可能 我觉得这不太是人性当中 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所以在关系里面 呃你就会陷入一种就是 呃 埋怨自己 嗯 的情绪是比较多的 你会觉得我自己 怎么不够好到 可以 凡事都帮忙 凡事都帮助 那除了帮他之外 他的家人 你也想帮 他的弟弟妹妹 你也想帮 反正whatever跟他有关的 你多想帮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讲9号 他就是有一种 和平主义啊 对 大爱啊 就有点 我记得你那时候说 我们前面都在讲人间啊 9号层次其实是比较高的 他就在上面看 他从上面看 他从3D的维度在看大家 对 所以他会希望就是说 我能够让事情 不要走到伤害的那一面 对 如果可以的话 就大家都是好好的 对 大家都不用去思考说 如果受伤了怎么办 所以他会希望不要受伤 但是在不要受伤 那你就要很强咯 你本人的能力就要很强大 在这个强大的过程中 我是觉得蛮累的欸 有一点点难 所以超级英雄 很多可能都是 生命名数9号的人 但是超级英雄蛮孤独的 嗯 他就在上面啊 从上面看啊 蛮幸福来到人间台下恋爱 哈哈哈 好 生命名数9号 那我们来抽下一个 来 接下来是5号人 来了来了 生命名数5号人 我们一开始就挑完了5号 对 来 我觉得生命名数5号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会让大家跌破眼镜的 因为你们真的进到爱情当中说 其实你自己是会愿意 变成一个新的自己 我我我没有觉得 那个叫为了对方而改变 而是你会发现你自己 其实是有些弹性 是你自己不知道的 甚至你有些创意 跟你的这个所谓的才能 所以生命数5号人 在爱情当中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快乐的 那那个快乐是因为 因为你会因着对方的期待 建议想法 甚至是对方的工作需求 你会变 长出不同样子的样貌 比如说你的能力 甚至是你的领域 还有你认识的朋友圈 其实会越来越多 那在这个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是你是开心的 你是快乐的 但是你知道如果说 你在关系当中你发现 对方已经很习惯性的 要你去依附他 变成他要的样子 久了之后 其实你会觉得说 那我是谁 我自己想 原本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我要怎么样能够 去拉回这个平衡点 因为你还是一个 需要在刺激的生活 进步的生活 跟尝试新生活当中 你还是有你自己想要维持的 那叫什么稳定状态 可是5号人很多时候 会让大家误会 就是每天好像都在 火里来风里去 冲来冲去这件事情 其实才是你的快乐 其实no不是 我觉得对5号人来说 他是尝试完了之后 他要去调整 归纳 甚至是盘整出一个 他们的生活方法 所以他那个节奏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5号人有时候 比较容易让人家误会 他说你定得下来吗 真的叫你这样做 你应该也没有办法 容忍这样子的生活 其实no 5号人可以 5号人其实耐心 非常坚毅的 一旦他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5号人的焦虑 其实很多的时候 会来自于说 当他发现在他过 在他前段时间 比如说学习也好 或是陪对方去 有一些新的探索完之后 他其实是 呃有一些自己的认知 甚至有些好的发现 那他想要带入这段关系 可是对方会跟他说 你不懂 你不熟 你才刚刚了解 你怎么会知道 这件事情是对的 然后他就会开始觉得 不是啊 我真的知道这件事情 我其实不论是 我自己过去的经验 或是我学习的过程 还有他们聪明的脑子 其实他们非常知道 如何在所谓的 漫无章法的资讯当中 去分门别类和归纳 是他的强项 可是如果在 呃关系当中 他没有办法发挥 这件事情 以及对方其实是 看清他的能力的时候 那个核心价值是被忽略嘲笑 甚至是不被重用的时候 其实那个焦虑感会 非常的鲜明 他就会开始觉得 那我们当中的 这种所谓的相互扶持的成长 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嗯 就我觉得这五号人 会在关系当中 觉得不舒服的点 嗯 这边写的是说 五号人害怕 自 失去自由 自由 跟多样性 不喜欢被感到呃 被束缚 希望保持生活的刺激 跟多样 呃这个其实会让人觉得 哦他就是像风一样的 男子或女子 嗯 但其实 我觉得他们不是 他们只是先 他们是用开放的心态去学习 嗯 那以及他要找到跟你 有共同的话题嘛 嗯 就比如说你今天突然 也喜欢上 举例咖啡 嗯 那如果我是个不喝咖啡的人 我跟你其实就没有任何 早上的交流时间 我也没有办法跟你 有下午茶的时间 那我就会去研究 我们低咖啡因的咖啡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 先从奶茶 不是 那个拿铁开始入门 嗯 所以他会去愿意尝试 所以大家就会说 你看嘛你也没有什么原则啊 你以前不喝 为了我你还不是喝 可是其实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我们这段关系 有能够交流的内容 和丰富度 去做这件事 那我玩了之后他就会有些 自己新的节奏 比如说啊我一天陪你喝一杯 这样可以吗 你知道类似这种 类似这种 其实我一直 我觉得五号人 好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对象耶 我觉得能够被五号人 和七号人喜欢上啊 其实都蛮开心 因为他们是 就是他们身上 那个独特的爱 跟他宠溺你的方式 只有你一个人看得到 但不要当他们妈 哈哈 欸 对 不要当五号人的妈 哈哈哈哈 而且 我妹的大儿子也是五号 他应该跟你心有栖栖耶 而且我 而且不是 欸是所有的五号 都很容易火山孝子嘛 照你刚刚的讲法 其实就是他会 他做了决定之后 他会为对方 愿意为对方去改变很多 但是妈妈们不要担心 他不会傻到全部都给 但是他就是会想说 先了解一下 然后我先付出看看 因为他还是有底线的 他会有的 他一定会有底线 只是那个长了一点点 可是妈妈会觉得说 够了没 嗯 对 好所以这个是五号 齁 那我们 马上就要做网告了 但没关系 先抽 先来抽一个齁 来看看 预告一下 7号 好准 5757 7号要回来喔 等一下7号要回来 好7号你可以先讲一点 好7号我先 我先来讲一下7号 你这边写的害怕 7号生命令出人 是害怕失去 精神的共鸣 嗯 深度理解 嗯 希望在关系当中 可以找到跟他相连的人 可以进行深刻的对话 和分享 所以7号人在意的是 心灵上面的沟通吗 可以这样讲吗 对因为他只会对他 认定的那个人 分享最deep的事情 哦 我们这边有7号人吗 有没有7号的朋友 现在可以准备YouTube上留言 反馈一下 你是这样吗 那其他的都没有很在意 心灵上的交流 是吗 应该是说 心灵交流的大家都会 可是心灵交流的那个方法程度 7号特别在意 等一下我会来讲 今天礼拜四男女大不同 来从生命灵树看 关系当中的焦虑 在现场的是生命灵树专家 Wendy姐 Wendy姐呢 刚刚我们抽出了 今天倒数第三个 17号 7号 那我们刚刚说 7号好像特别在意 心灵上面的交流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 这个人对象是 他好像没有办法理解他 在想什么 或是谈不上真的深度的话 他会觉得 不喜欢 我觉得他的那个不喜欢 我们用一个比较 让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 我觉得他是爱着对方 可是这件事情 会让他渐渐失望 主要原因是因为 生命灵树7号人 是主动追对方的那种个性 哦真的吗 你追他追不到 你要让他追 真的假的 嗯他们有一种就是 不分男女哦 不分男女 真的哦 都喜欢主动追 欸有没有 这里7号人有没有 有没有是主动追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 你用求求求求 求来的生命灵树7号人 你会发现他心 真的都不在你身上 哦真的哦 他们就是一个 需要自己 自己先释放善意 他要觉得那个心动 是他开始的 哇 嗯这个是真的 好特别 欸我们这里好多7号的感觉 7号很怕遇到 对啊 他就说7号很怕遇到不合适的人 因为7号会跟着一起上或下 对因为你们自己追了 那你追的时候就代表你喜欢 你很在意 你真的非常在意 对你很在意 我就说7号 我所谓的那种音乐就是 不能用音乐创作家 这样对人家太贴标签 我就是很像那种就是 奔放 嗯然后他是做 我都会说他们就是 在草原奔放的人 嗯就生命运数7号的女生 很容易被这样有艺术性的 独特性的 嗯还有就是呃 独门绝活的男生 他们就很容易被吸引 可是你知道这种男生 通常也比较多在自己的世界 他才能够创造出这么多奇特的 令人惊艳的这种 不论是创作或者是呃 所谓的这个理论 嗯好所以你就会变成像他那样子 因为你要配合他的思考 他的思考逻辑作息 就都不太一样 嗯所以生命运数7号的人会觉得说 没关系我听得懂 嗯那我在跟您心里相通的时候 其实那就是我要的未养 因为其实本质上生命运数7号的人 嗯的女生满可以照顾自己的 嗯工作也好 嗯然后呢 进退应对也都好 然后你说在钱的这件事情 其实都掌理都是 都是打理的很好 可是他只有一个事情他很期待 就是说 那我们两个人在心灵这件事情上面 第一不能有任何压抑 就是我也希望你尊重我 那我也会尊重你 是因为你在奔放追寻的过程当中 我也是马车迁了就跟你跑的那种逻辑 嗯那你那你也要尊重 嗯我自己可能希望你陪我去寻找 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的期待和想法 所以我觉得生命运数7号的女生 有的时候会因为他自己想要的这种专业上的 比如说探索 或者是可能在学习上 还有兴趣上面的这种延伸 被对方不呃怎么讲 看不懂不理解 甚至会轻忽的时候 其实他们会很受伤 因为他会觉得 我当年其实是用全力的支持 在陪伴你 了解了解 这个很痛的 对对对对对 那反过来我们来看 生命运数7号的男生 生命运数7号的男生呢 他会愿意 我为什么会说你要不要 就是你要等到他愿意的那一刻 是因为生命运数7号的男生 其实是一个原则性和规则性很强的人 那原则和规则 基本上讲到底就是在关系相处当中 那就是弹性的问题 那弹性到底有多大 那你能够退让的那个点有多少 所以我觉得生命运数7号人的男生 他们如果是他自己发现 我真的很欣赏这个女生 或是我很欣赏这个另外一半的时候 他会觉得 那我们来共同建立这个弹性 但反之没有 他如果其实是在时空背景下 刚刚好遇到你 或者是他没有那么思考清楚的时候 我觉得在关系的相处越久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越硬 然后几乎不愿意改变 甚至是很多的时候会拿这个来去 帮你打分数 会说你没有符合我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7号的男生很多时候 会让大家觉得很狠 可是我觉得我会建议 生命运数7号的人的男生 我知道你无意当渣男 但你很多时候很容易就变成一种 不小心其实你就会让别人对你的爱 然后被你糟蹋的乱七八糟 所以我会建议7号男生 你们一定要守好自己的 这种所谓的这个承诺这件事情 是因为谈恋爱你说可以分 我觉得OK 可是你一旦见到婚姻 你们真的要想清楚 是因为你很容易反复 因为那不是你最终你要的弹性 所以你就会拿那个强压的在那个对方身上 可是对方可能就会希望说 那我们至少互相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生命运数7号的男生 在互相这一点 我真的看过太多对 除非是男生自己主动喜欢 如果是求来的男生通常就会 我就会讲真的 就是诚实来说 我觉得他们就会很拿俏 那我觉得对方另外 就是跟他相处的人就很辛苦 哇这段真的讲得非常的深刻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7号人生 他们很在意的去心灵这一块 所以用这个举例来讲 就让我们非常的理解 嗯 我们这边的7号 这个都讲得非常的准确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这个人说 他老婆是7号 是他追他老婆 但是他老婆说最打动他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一切都是由他主宝在决定 太有意思了 很可爱 好我们因为还剩两个 所以我们要赶快进入下一个 但7号这一段真的蛮深刻的 我觉得蛮深刻 而且是很具体的有讲述给大家的建议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对 3号来 3号来 倒数给个3号人 好来 生命运数3号人啊 是在我们1到9的这个生命运数当中啊 我觉得就是最需要无时无刻都在接触 新事物 我没有觉得一定要刺激哦 但新事物这件事情是生命运数3号人很需要的 一起发现 一起探索 一起尝试 所以我觉得在关系当中 他们很容易让大家觉得他们是一个好玩的人 然后呢 永远不惧怕挑战 有 他们可以打理一切 旅行的时候他就会帮你规划 然后去吃好的餐厅什么什么 这生命运数3号人在交朋友的时候他也很愿意做这件事情 但是进到关系当中的时候你说他愿不愿意这样做他愿意 可是他找到一个可以跟他一起疯的人 比如说他突然就跟你对看眼就说 走要不要去谈谈吃 文体牛肉汤 开车就走了 那这种其实对生命运数3号人来说他会觉得 这种所谓的他的这种有趣的表现 生活当中的弹性以及不惧怕尝试这件事情 才是爱情当中可以保值的一个关键点 但如果你遇到是4号的 他就觉得说你也咪笑吗 明天不用上班吗 其实3号人都知道啊 可是他就是要那么一点小小的疯狂 那那个小小的疯狂他可以开心非常非常久 然后他就可以回归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面做一些 比如说持续的努力或者是研究的这个部分 就他其实工作上他其实是可以很focus 他自己就focus就好 可是他来到关系当中的时候 他会觉得好工作风这件事情我自己处理 好我可以跟我的团队 甚至是我可以自己想办法 但生活上面当中会希望他们可以有一起追求 那一个新鲜感 但我觉得每一队你们要自己去定义新鲜感 不见得说走就走这个才叫对的 对 可是我觉得那个新鲜感有的时候可能会是 我们今晚要不要醋溪长谈 嗯 我们来搞一个电影之夜吗 就是这种小细节对生命运数3号人来说是需要 他很有创造性啊 他也需要这件事情他 他要知道我们的爱情其实是没有不新鲜 没有凑掉 我要一直是保值的 我要一直是最fresh的 嗯 这是对3号人当中在爱情当中一个 你可以说他叫做同就是不顾一切 或是不顾前不顾后 whatever 我觉得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想 可是你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要理解他 是因为能够为了你永远保持像孩子般的童真 然后勇气是我也觉得蛮难得的 嗯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 所以我就会觉得那就都在家就好 嗯 那可是不是嘛他就觉得说那为什么都要在家 我们去走走我们去公园 嗯 甚至我们一起去打Pokemon他都愿意做 他就喜欢这种 嗯 所以那就看你可不可以理解这件事 因为他也只在这个所谓的放松这件事情上面 会比较大的要求 哦 其他也还好啊 嗯 对可是有些人就觉得欸放松欸我想在家躺着 嗯 那3号人就会希望你可以陪伴一下 那3号人就跟3号人在一起最好啊 好 当然啊3对我们就说同号对同号就是就是照镜子 哦 那你哪有那么运气那么好 永远都遇到同号 我觉得3号人感觉很好玩啊 但当然每个每个都有还有还是有自己的问题 嗯 所以3号其实害怕失去的是创造性跟表现的机会 所以你跟3号 如果你自己是3号人 你在关系当中你最在意的是这一点 而如果你的伴侣是3号人 其实希望你也能够配合他这一点 对不对 好开放一下 最后就是4号 耶我们今天的压轴 好 4号就跟3号刚有讲 成本领处4号人 我觉得老天爷把你放在最后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们真的是爱情界的优优版 嗯 超级不会谈恋爱 嗯 这个我记得有讲过 嘴巴有过不甜的 嗯 然后跟他讲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只是开个玩笑 嗯 然后他就开始思考说 欸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嗯 他就开始突然变得太认真 嗯 所以我就太认真这件事情 有时候会是在生命领处4号人 谈恋爱的时候 的一个叫做 我觉得就是天生的小小的缺点嘛 嗯 因为谈恋爱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的严肃 嗯 但你们太太希望呢 能够表现自己的诚意 嗯 我是认真的哦 我没有要跟你玩 我是好好的 那你说的话我就会冷静的去分析聆听甚至是计划 然后他还会来跟你说 欸那我们接下来就这样做好不好 但我必须说生命领处4号人很容易谈那种就是很久的爱情 有些很多人没有结婚 但是他们爱情长保10年20年是大多数都有一个是生命领处4号人 哦真的哦 嗯 有机会是这样子的 对那为什么4号人会这样是因为呢 4号人基本上是非常稳定和可靠的 所以他也会观察你比较久 所以当他跟你相处了 当朋友了 甚至是有过一些工作的经验也好 或者举办活动经验也好 他发现欸可以他喜欢你了 而且对方也终于看懂 欸生命领处4号人是个宝欸 所以你们要看对也很难 生命领处4号人要互相看 就是4号人你看到对方 跟对方也看到你是一个宝 真的是最难的事情 嗯 但你真的是一个普遇 但是你是包在石头里面 你就要找人去敲敲敲敲出来 嗯 所以4号人跟4号人谈恋来 就真的是到此干涉 但是这个到此干涉这件事情 就会变成生命领处4号人的焦虑 嗯 因为他会觉得 你都已经看到了 嗯 我性格上面的这种奇的 就是我就没有办法改变 就这件事情就是我要的 嗯 你希望我的弹性 然后社交 或者是说呃 可能可以呃 放松一点点 这都不是他们天生 能做得到的 所以他会希望说 可不可以不要逼我做这件事 嗯 你不要因着呃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因为你而有些放松 因为生命领处4号人的有趣 好玩 搞笑 甚至是幽默 基本上只会对另外一半 嗯 所以他们在工作上 甚至在朋友圈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一面的 嗯 他们是谨慎的 然后窝心的 可是他并不是主动搞笑型的 嗯 所以跟4号人的另外一班相处 我就会觉得说 你其实很好玩啊 你干嘛都不展现这件事情 嗯 做一下嘛 你讲个笑话啊 你唱个歌啊什么的 可是这个对生命领处4号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蛮蛮蛇恐的事情 嗯 那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可是不见得每个生命领处4号人都蛇恐 但是他有一定有一个点是 你知道他真的只想要在私底下给你看 嗯 那如果你希望鼓励他哦 成为一个比如说 你会跟他说如果你多做这件事情啊 你可能就可以变主管很喜欢你或什么 其实这件事情对生命领处4号人来说 他会觉得没关系 我没有一定要用这个方法称为职场红人 或是我没有一定只有这个方式 能够让老板觉得我是一个好用的人 或是让朋友喜欢我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生命领处4号人 比较容易出现焦虑的时候 所以你这边写说 他在关系中的焦虑就是害怕 失去稳定性跟可靠性 重视在关系中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那所以某种程度上赵刚刚的讲法 就是他其实没有很喜欢变动 他不要 他不喜欢变动 所以他也比较慢 比较晚能够 比较慢热 然后同时间 4号人谈的恋爱也是 没那么的风风火火 可是这就是他要的 然后他也期待 也很开心 能够遇到一个 能够跟他眼对眼的人 诶4号是爱情界的幼幼班 真的是幼幼班 那哪一个是研究所 研究所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研究所是六号人 真的吗 我觉得六号人很厉害 因为他掌控度很高 而且是慢慢的侵蚀 他是跟你在一起 之后才开始管你 哈哈哈 他掌控度是跟你在一起 之后才出现 因为以教育逻辑来说 他们其实是很聪明 他会选到可以教化的人 可教化兑现 可教化兑现 好的 我们今天呢 把声明书1号到9号 在关系当中的焦虑呢 都跟大家讲完了 是不是很有趣呢 非常感谢 温迪姐每次来这边 我们都觉得很好玩 声明书就是一个蛮好玩的东西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去看看 温迪姐的爱情数字密码这本书 里面的那个声明书 玩的那个方式真多 我们在节目里 108种 我们在节目里面没有办法讲 因为主要是因为太复杂 真的很复杂 他真的要用看的才有办法 大概有4到6万种的组合可能性 太可怕 好 最后听到这首是陈佩颖的歌曲 Be the One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歌 我们今天是礼拜五 希望大家可以开心的迎接周五的来临 拜拜 谢谢温迪姐 拜拜 拜拜 就爱点你 UFO